浩资金议员打造的家里游泳池 却因为伪健的情形 无法对外开放 沦为温资管 蔡秋兰议员在10月28号 总质询上再次向教育局提出质询 通批市府浪费公帑 让家里区域的市民都非常失望 教育局表示8月底再次到现场重新进行会看 因为在县市合并前建筑本体许多地方违法 准备在近期由建筑师重新评估改建地方 让游泳池取得合法执照 这个对于未来的一个营运的安全 是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让他先能够拿到使用执照 换句话说 必须把消防还有安全的部分 全部通通厘清之后才可以 那这个部分究竟要改建 应该要再补充哪一个部分 我们就是请建筑师把这一个要符合使照的这一个部分呢 再做一个整理 蔡秋兰议员表示 市府应该要把讯息告知周边居民 不要让民众其他的用词载度落空 其实周边居民 诶are.fu